观众朋友早安 我是宋燕民 欢迎收看华视城间新闻 来关心桃园机场的群聚事件连环报 目前出现30多例的确诊个案 而指挥中心最新规定 只要旅客入境之后必须先进行PCR裁检 才可以离开机场 昨天就发生了一架土耳其的航空 载运152名旅客抵达桃园机场 却有验出14个人确诊 阳性率将近10% 而昨天晚间疫情指挥官成中 也再度前往机场来视察 是由衣服会的执行长王毕生陪同 并表示从今天开始 淘机的裁检分析仪将会增加到101台 马不停蹄一天之内第二度 回到桃园机场 就是要确保机场的清销作业到位 因为不止桃园机场爆发群聚感染事件 来自境外确诊的个案 压力更是大增 出入境旅客后机室必须加强清销 就是因为从11号起实施的入境旅客 全面筛检 一筛就筛出惊人数据 一架来自土耳其航空 从伊斯坦堡飞往台北的航班 152名旅客当中 就验出14人确诊 阳性率几乎快要一成 统计11号当天 一共8架入境的长城航班 其中两架来自洛杉矶的航班 和一架旧金山的班机 筛检结果阳性率都突破一成 而来自雪梨 杜拜伊斯坦堡的班机 阳性率也将近一成 只要在机场验出确诊 就直接送上救护车 前往医院治疗 陈时中也表示 长城航班旅客阳性率 比想象中还要高 后机室也会视情况增设装备 全面严守边境 因应春节返乡潮潮的这一战 华市新闻雷线 温前谎杨自宜 桃源机场报道